主席,剛才局長和國議員都提及了 未來的一個大趨勢就是文化體育旅遊 我覺得文化體育旅遊的參與者 都是我們所講的高增值的過夜旅客 我知道去巴黎或者倫敦 東京都會推出一些叫做Paris Pass London Pass,Tokyo Pass 何謂Pass呢,其實買了一個證 或者買了一個通行證 其實參與很多的文化景點 博物館,乘巴士,交通,河上游 甚至有些商界的折扣等等的優惠 這個也正正是體驗到 政府推動和商界合作的一個努力 香港,看回香港 其實LCSD都有 LCSD的博物館的Paris 但我覺得這個不夠 政府有沒有一個可能性 會推動,也是牽頭帶動呢 和LCSD,例如文化皮西九 觀光巴士 山頂藍車等等的不同商界 一起去推出一個 所謂香港的Culture Pass 是吸引高質量的遊客 謝謝主席 局長 多謝主席 當然我們在怎樣去 和社會上不同的業界 大家相聯絡 怎樣可以造就到 譬如一些比較方便到我們旅客 去不同的地方去旅遊的方案 我們都願意考慮的 過往旅法局也就著不同的界別 譬如在運輸上面 會不會有一些更方便的措施 不同的景點 其實現在在不同的景點裡 透過一些酒店 或者一些套票 套票的形式也都有 我們怎樣可以 正如鄭華阿霍議員所說 鑑於現在旅客來到香港 那個目標的轉變 或者他們現在比較 更加想看的東西 不是那麼集中的 而是去到可能不同的景區 或者有些看綠色 有些可能看一些文化古蹟 可能有些去欣賞我們在香港的美食 各種不同的取向 我們都可以去想一下 可不可以串連起相關的業界 去做一些優惠也好 或者一些一張證令 去更加容易去到不同的地點去旅遊 我們可以繼續跟女法局一起去考慮